我們現在要來看的就是有關於多圖邊框 多圖邊框的部分就是說 花樣邊框只能出一張照片 只能出一張照片 你如果要多張的 就要靠所謂多圖邊框 多圖邊框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這個我先不夠空 換一張好了啦 來 這邊 有一個 這裡其實還有一個叫絲邊邊框 絲邊我先介紹一下 絲邊邊框 這邊先介紹一下 絲邊邊框 絲邊邊框其實就是讓照片 不要那麼四四方方 不要那麼四四方方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囉 這個 點一下他旁邊 這張比較看不太出來 用這個 有沒有 邊邊比較不會那麼 就是一定要四四方方的 那你可以做調整 那其實不管是哪一種 有沒有 好 那這個呢他有一個進階就是說你可以自己決定 他的底紋的顏色啦 不一定一定要是白色的 內定是白色那你可以 去做一些決定 好像這個掃描線有沒有 這裡 所以 您可以做決定 那這個我就 不講啦 大概 你知道就好了 我們的重點還是先擺在多圖邊框 多圖邊框簡單的就是 像這裡有沒有 這張照片 比如說一張紙你想要 給他放好多張 那簡單的就像這樣放進來 那我找一個 我們來找一個 呃 呃 好比如說這個好了 這樣是不是一張 好 那 您可以看到現在 只有一張照片 您可以找 右手邊這個加號 點一下 哎我把我們這個就沒有辦法用拖曳的 哈哈 這個只好用標準方法 哎 範例檔案 你就找幾張您想要的 您可以變成縮圖來看比較容易 比如說這幾張 這樣放進來 你再按 按一下預覽 有沒有 這就變了 對不對 那 針對每一張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總共放了五張 對不對 12345 但是裡面只有四張可以放 所以最後一張就沒有放進來了 哎最後一張就沒有 他的順序 這個是第一張嘛 然後這個 上面的 好 所以說 你如果針對每一張 因為有可能像這一張 我想要大一點 你就把它縮小一點 拉過來一點 預覽一下 每一張都可以調 吼 這個每一張都可以調 有沒有 哎這一張也可以再調 因為 這個可能每一張的這個位置啊 你都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如果沒問題就確定 不過有一個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假設你想要跟我一樣洗出來 最好 有一個地方調整一下 在哪裡 在選項這裡 不洗出來都沒有關係啦 但是要洗出來 這裡有一個 就是說 我比較建議這個勾起來 好強制 輸出的尺寸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你多圖邊框 你沒有 特別勾起來的話 他有時候輸出尺寸 事實上只能在螢幕上看 就是不夠大張 我們剛剛不是說給各位老師看那個 大概洗幾吋的要多少 多少像素嗎 比如說我要洗 300萬 4乘6的 我這邊可能就調成2048 比較長的那邊2048 那麼 高的這邊會多少 大概1536 4比3嘛 我們的照片是4比3的齁 所以如果我按這個確定 我現在確定 您看一下這個洗出來至少是2048 還在跑 你看這個 有沒有 對不對 好那這樣子你把它稍微乘一下 應該可以得到 2048乘1365 也沒有大概接近300萬 嘿所以說當然每一張會稍微擦一下 可是這樣至少你拿去洗 會是比較OK的 比較OK的 不然你拿去 做得很辛苦 他告訴你 小姐 在電腦上看就好了 不是我不幫你洗是沒辦法洗出來 因為會怎樣 會模糊掉 會模糊掉 所以這個是 您在用的時候 所謂的多圖邊框 那多圖邊框反正 那麼多嘛 就看您怎麼去套用囉 這樣老師有沒有問題 沒有對不對 很簡單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您 臨 有 他 聞